但你关心呢下个月就放暑假 旅游旺季人潮聚集 台中市府就担心这疫情会持续升温 而市长卢秀燕在今天宣布 首创暑期守护儿童健康专案 2到12岁的小朋友呢 每人免费发放两剂的快筛 预计有近30万名的儿童受贿 防疫大解封疫情却不断升温 根据中央疾病管制署统计 这周比上周确诊人数增加近两成 再加上暑假即将到来 人潮群聚 市长卢秀燕宣布 启动数期守护儿童健康专案 2到12岁的儿童 2到12岁的儿童 那我们每一个人会发两剂的快筛试剂 两剂快筛试剂 那就是希望说这段时间 即使在暑假期间 那我们希望家长 那跟小朋友们跟他的家人 还是要注意特别注意孩子们的防护力 2到12岁儿童每人两季 从6月12号开始发放 但下周就是毕业典礼 因此小六学生从6月9号开始领取 国小及幼儿园学童将透过学校发放 未就学的儿童 家长可以持户口名簿 或户籍腾本 到各区公所领取 预计近30万名儿童受贿 每个人发两剂大概要60万剂 那所以我们已经规划好 有不同的机关来执行 譬如说在小学的部分的话 跟幼稚园 包括私立幼稚园 通通由教育局来执行 可能没有去读幼儿园的也有 还有甚至还有一些 可能是在家自学的小学生也有 那我们就是透过民政局 护证机关可以到那个地方领 有的托儿园可以收到两岁多 两岁多 所以如果是属于这类的小朋友的话 那我们的社会局的系统 在机构里面 社会局也会发发 师傅跨局处动起来 卫生局也提醒家长 孩子如果出现发烧 呼吸道等症状 可以先使用快筛 并将筛检结果告知医师 以最快速度做更精准的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